美國前總統川普被指控企圖推翻總統大選結果 上個星期主動到喬治亞州投案 拍下了美國史上第一張總統級嫌犯的檔案照 而在引起話題之後 他的競選團隊立刻就把照片做成了募款小物 三天就募到了超過新台幣2.2億元 甚至有專家認為川普是一個行銷天才 拍照之前應該就已經想好了宣傳布局 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 不僅向他的支持者賣美國夢 也賣他的嫌犯口卡照 人氣旺得不得了 川普本月24日針對涉嫌推翻喬治亞州總統選舉結果一案 主動投案 便在監獄拍下嫌犯口卡照 之後以20萬美元交保 成為美國第一位拍攝口卡照的前總統 這張朝著鏡頭狠狠瞪著看的口卡照 在川普競選團隊眼中成了募款的流量密碼 似乎特別推出永不投降系列周邊商品 官方27號表示口卡照讓募款激增710萬美元 約2.26億元台幣 專家表示川普是行銷天才 認為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一刻 在拍照前就已經著手準備好後續的宣傳 我認為他非常激烈,很激烈,很激烈 是非常激烈的印象 你確實是這印象他想要給我 我對於是一種鎮的感覺 我對於一種鎮的感覺 是一種鎮的一種鎮的一種鎮的一種鎮 我發現它很可怕 但它是很可怕 它是會發生的 它是會發生的 人都已經喜歡他 可能會令那些人不喜歡他更討厭 位於洛杉磯一間自由派的小店 也跟上這波潮流 開始賣起川普口卡罩T-shirt 棒球帽等等 我認為這國家已經有很經典的消費思維 可能是24小時前 川普被捕捉了 現在他臉上的T-shirt 我甚至不覺得他自己會太害怕 因為這是川普 他售賣了所有東西 所以為什麼不拿T-shirt 商店店員表示 過去有關川普的商品銷量並不好 但這次川普口卡罩商品詢問度偏高 不過大多數的顧客們是帶著善笑的心情 我會穿一個 對 很有趣 整個在美國的政治狀況 是在這方面的戲劇 所以很有趣 但也有人表示 自己不想穿上任何有川普口卡罩的商品 完全不想幫川普做宣傳 除了這些周邊商品 洛杉磯街頭上也出現口卡罩打卡景點 成為反川普人士近期的朝聖地 共識新聞 張玉萍編譯 謝謝 謝謝 tenho 很 Sen